剛剛是可以輸入條件 所以主要重點就是input box 所以將來如果你input box的話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它會跳一個畫面出來給你 讓你填資料 你可能想說這個有點醜陋 它跳這個 我希望最好可以像人家那個表單 網頁上面的表單 它這個比較漂亮一點點 它那個表單就是兩個格子 像這樣 一格兩個按送出 如果你要這樣做的話 其實VBA也有這樣的東西 只是說相較之下會比較複雜 但是你要 比如說你想做這個東西的話 在VBA裡面其實它有提供對應的功能 只是說你可能要 這個不能取消 先把它取消掉 不過取消你會發現條件錯誤它應該會失效 它會變有錯誤的資料 如果說你要做剛剛那個我講的你可以按右鍵 這邊有個插入自訂表單 但問題是自訂表單就有點麻煩了 這又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一個東西了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自己再去找 自訂表單這邊就可以填 比如說這個表單要長什麼樣子 那裡面的話你可以比如說 這個是可以先一個標籤 這個是開始時間 然後這個開始時間的話 你可以把它的那個 裡面的叫做caption 這邊有個屬性 caption上面的話 你也一樣可以怎麼樣 讓它填資料的話 你可以告訴它說 請填入那個 請輸入開始時間 比如像這樣 然後填到這個caption屬性上 這邊就會出現了 然後字大小就是縫 縫的話大概14好了 大一點好了這樣 然後填過來一點 OK 那甚至可以改顏色 顏色的話就是叫 應該叫什麼 叫Fore Color 所以Fore Color在這裡 你可以把顏色改一下 改成比如說如果改紅色好了 看起來清楚 然後可以把它複製一個 然後把這個改一下 請輸入查詢的結束 所以這邊的話 改成結束兩個字 然後後面的話 讓它填什麼對不對 你就是在這邊的話 可以再讓它填一個格子 格子的話就是這個東西 它叫做文字方塊 然後把它拉一下 這樣就一個了 那字的大小也是一樣可以把它 因為它浴室好像9號是太小 你可以把字也是改成14號 然後這邊再複製一個 那底下的話再加一個Button Button的話就送出查詢 按鈕的話在底下這邊 這邊有個命令按鈕 這邊可以按下查詢 有沒有 上面也可以改 按下送出 它就會讓你可以去產生你要的 有沒有 輸入OK 但問題這個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要另外再設計 所以其實VPA裡面 可以有很多地方可以再去做變化 因為我們沒那麼多時間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自己再把 按右鍵插入自訂表單 自己玩玩看 後面一樣可以寫VPA程式 所以你會發現 Excel的延伸性其實還蠻大的 那如果你不這樣做 你說老師我不要這麼複雜 沒關係 你用Input Box 最簡單 它就直接什麼 輸入2022年的7月好了 7月1號 Enter 然後2022年的8月 8月30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7月跟8月兩個月 按Enter 它就會得到 那一樣把資料丟到主機上面幫我秀出來 那你會發現資料就出來了 7月份Ctrl向下 到8月份就有了 好 那當然最後的結果 我要把它顯示出來 所以需要畫折線圖 那我把它畫在這一邊 那之前的話是畫單向一列 這樣子 可是我希望變成1、2、3、4的話 那怎麼做 那我程式已經寫出來了 不過你們可以去思考一下 這個怎麼做的方法 類似像這樣 那其實主要是 關鍵的地方就是說 第一個 它的寬度變窄了 可能原來是5欄的寬度 乘以5 本來是乘以10 改成乘以5 那另外一半的話呢 就是再加上這邊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它本來這個位置是M1 對不對 那下一個變M1、M11、M21 但是呢 會變成說 你這個地方變成說 要兩個之後 下一個 才會換到下一個去 所以第一個跟第二個 其實呢 它的什麼呢 它的Top都是同樣的 只有Lapt不一樣 Lapt是水平位置 變更一下 那怎麼改 當然你如果不會改的話 我建議你 就漸進來改 OK 你不要一下子野心太大 你就是先改 反正一樣 我之前是 美元先做出來 人民幣做出來 你再去思考全部 你就做得出來 你不要一下子野心太大 所以我們先怎麼樣 先直接乾脆把那個 美元折線圖這個有沒有 把它C-C 然後拿這個來改好了 那如果只希望呢 貼到這邊好來改 那這邊改個2 美元折線圖 名稱不能一樣喔 那如果我只要一半 那我很簡單嘛 一半怎麼改 一半的話就是 這邊把什麼 5以10這個乘以5就好了 對不對 然後呢 這邊其實應該改成A1到 就把它分兩欄 我之前好像跟各位講 本來A30嘛 豆點 然後到B的 B1好了 B1到 B的那個 就是把它分兩欄 所以 人民幣的話 只要改什麼 改後面這個 把什麼呢 把B改成C